我整個運動的生涯 都經歷了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困難 高高低低 有拿過成績 有傷過 有很多的失敗 我覺得體操已經變成了我的人生一部份 其實我前半月的人生 現在到現在 都是基本上圍繞著體操 我覺得它塑造了我 我的性格 我的精神鬥志 都是由體操裡面得來的 以前我會覺得體操好像 我一個奮鬥的人生的目標 但是到了我今次比賽最後一刻 我覺得是我享受的一件事 就是到最後不捨得 才最享受的就是那個過程 所以現在這個時刻問我 我會用享受的形容